大家好,我是部位开圈圆圈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人生只剩工作的你更要看的日剧 我要准时下班第四集 在上一集一直想离职的新人小菜 让大家都看到他的进步 连前辈也夸他变得可靠许多 而因打败竞争对手接到运动品牌的大案子 让公司社长及常务很是开心 部长还趁机称赞小菜得到客户表扬 所以才接下合作的 真不枉费自己对小菜的调教 这位大叔还好吗? 功劳被你端走过是部下承受 但其实社长与常务找他来真正的原因是 部门里的工程师时常在公司加班不回家 这种免费加班可是违法的 不止如此有个同事搓过梦班车 打算偷偷住公司一晚 却撞见工程师 在附近澡堂洗完澡后 就回公司继续加班 最后就直接当自己家睡在公司 气得不长找工程师来训话 除了加班的事外 都30岁的人了 要有上进心远大志向 当然他小主管结义也要顺便被嘴下 没做好员工管理 反正这种伤头已知道的果实 一定要找人扛啊 不过工程师加班的状况 在公司人力不足下 请来一个派遣网页设计师小英 而有了改善 没错 小英就是上一集与男友合照的野女人 原来小英之前派遣到结义男友的公司工作 男友说过正与这间公司的员工交往 就是你 我当场吓一跳 原来没开玩笑 离职时结义男友还替人加班送别烤肉会 啊 误会男友了啦 而且在他们公司时 刚好就负责过那间运动品牌收得很 一定能帮上吗 那就看能帮上什么 与客户的会议上总天展示出 工程师去年的作品 没台词 终于有台词的觉得网页很有趣 这还让小英对工程师刮目相看 所以会议结束后 小英不断对工程师发动 称赞公事 得到可爱妹子肯定让她想要 送她99朵玫瑰花 想做她永远的阿娜达 还被一旁的结义与小菜看穿 然后小英下班 工程师也跟着下班 就能顺利成长逮到机会单独讲话 再刚好被小英约去 买咖啡豆 因为工程师一直嫌公司的咖啡难喝 小英也这么觉得 所以这次的约会 让工程师对小英好感度爆棚 于是隔天 工程师决定向结义请教 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如此就能准时下班跟喜欢的人约会 那么第一步 整理桌面 桌面整齐就能节省找东西的时间 也不要放工宰杂物 选几个喜欢放就好 就能有多出来的空间 第二步 写下当天的代办事项 一轻重还及好安排工作的优先顺序 第三步 集中精神在时间内完成任务 可以设定闹钟来分个每项工作所需的时间 以上看似简单 但对习惯原本工作方式的工程师来说 是有困难 所以他很努力改变 另一边结义告诉种田 自己要结婚的是种田又一个 瓶瓶瓶瓶庆狂抢 心碎了 只好皮笑肉不笑的恭喜人家 你看吧你看吧 看他表情就知道谁会有中祝福前任 回到工程师这边 他也按照结义的方法 让工作效率提高不少 然后再次跟着小英一起下班 逮到机会单独说话 这次还他约小英吃饭 但第一次约人家吃饭 只有两人太害臊了 还是掰个煮就是结衣的理由 拖本来就会准时下班的他一起去 于是三人来到餐厅享受着美食 并和餐厅年轻老板聊着开店的梦想 让小英很佩服能实现梦想的老板 反观工程师他没有梦想 什么都没有只剩工作 好像很废一样 自信心更是遭受强烈打击 于是隔天工程师早上请假再嫁了要伤 但是他做的测试网页出了问题 中午前得发给客户 打他手机来关机 只好请仲天修改一下擦一下屁股了 下午工程师来上班 就被部长当着所有同事面前 狠狠教训了一顿让他颜面惊失 导致他也不想再提高效率 准时下班 回到之前只剩工作的自己 不过这也让结衣一直挂念着 知道工程师很受伤 又觉得是不是自己 企图想要改变他而害了他 于是决定接近忘记拿东西回公司一趟 关心工程师为何要住在公司 认为一无所有的他解释道 回家没人陪 在公司还有工作陪 能让自己好过点 失智对未来也没有规划 没梦想没期盼 更别说出人头地 但是结衣可不这么认为 还有发薪日呢 虽然现在还没想到拿到工资 可以做什么 想结衣就想要准时下班 拿着工资去中式餐馆喝啤酒 或跟喜欢的人聊天 这种简单的小事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想做的事不一定是多大的理想与目标 只要能享受其中 做什么都好 聊完后的隔天 虽然下班时间一到 工程师依旧不为所动地坐在位置上 直到种田故意来中式餐馆吃面 告诉结衣工程师刚才匆匆地下班哦 船长不会告诉别人 你是要来看结衣的 这种是传讯息不就好了 而工程师其实借由喜欢喝咖啡 想到可以从中培养兴趣 于是跑去买了煮咖啡的机器 船长认为如果你只剩工作 找不到想做的事 没关系你可以分享船长的影片 帮船长目击到十万个船员实现梦想 故事就在种田看到部长与小英 一起坐上计程车 要去哪里下战事结束了 想知道剧情如何展开 一起期待下集解说哟 如果喜欢船长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船员记得加铃铛 就就不会开船员转长 那我们下次见